大家好,我是Tony 今天的疫情居家特别企划 我要分享昭和14年1939年 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所发行的 风光台湾写真帖 这本书总共收集了大约90张台湾的风景照片 目标市场是当时日本内地的民众 希望能够借由这本写真帖的宣传 能够吸引日本的民众来到台湾观光 我现在就从这本写真帖里面挑出一些照片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来看一看八十几年前的台湾风光 这是台湾概念图 红色的路线就是当时台湾主要的铁路路线 当时还没有完成环岛铁路系统 东北部的北回铁路是在1979年完工 台湾南部的南回铁路是在1991年才完工 从这样地图也可以看到 当时台湾已经规划三个国家公园 分别是大屯国立公园 赤高太鲁格国立公园 还有新高阿里山国立公园 日本政府是在1937年公告这三座国立公园 不过后来随着战争爆发 所以事实上也只停留在规划阶段而已 并没有付诸实现 后来的国民政府忙着反攻大陆 也无心于此 所以台湾一直到民国73年才正式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 墾丁国家公园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火车前进带来的爽风 铁道部发行的写真铁 大家一定要放火车照片来推广台湾铁道旅行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漂浮海上的宫殿 当时日本与台湾之间的海上航线 有大阪商船 近机邮博等轮船公司 这是一万吨级的豪华邮轮 宛如浮在海上的宫殿 这是大日本航空租资会社 到格拉斯机行 台北飞行场在1936年完工 就是现在的松山机场 是台湾第一座正式的机场 当时有台北纳坝福岗这条航线 所以日本内地的游客 也可以搭乘飞机前来台湾逛逛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海底之花 台湾最早的珊瑚渔业是在基隆 当时台湾水产朱氏会社 在基隆设立珊瑚交易所 因此基隆珊瑚享有盛名 当时大部分的日本游客来台湾 以搭乘轮船为主 在基隆上岸 所以基隆珊瑚是最佳的奥迷亚家 这是台湾总督府 这是台湾神社 也是日本人来台北旅行 避访的景点之一 台湾神社的原址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现在的原山大饭店 照片中 神社参道的石灯笼 现在大多已经下落不明了 仅有一座被放置在 现在原山台北广播电台的后方 这是新公园 照片中背景的建筑物就是 总督府博物馆 现在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这是龙挺通 就是现在的衡阳路 龙挺是日志时代台北最繁华的区域 被称为台北银座 这张照片是永乐挺市场中的鸡汁买卖 这是台北植物园 收集了约400种热带植物 这栋建筑物是清代清拆行台 原址改建为工会堂的时候 迁移至台北植物园保存 这是建工神社 位于台北植物园内 主要既是日本统治台湾以来 因公殉职的人员 现在是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这是林本园庭园 著名的板桥林家花园 是台湾首区一指的名园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草山行的道路 草山就是阳明山的前身 这张照片是硫磺谷 现在依旧是一个风景区 这是北投温泉 这是水都淡水 这张照片介绍台湾的水牛 在水田里默默的劳动 对农家而言 水牛是珍贵的宝物 这张照片是村里的姑娘 出来采收柑橘 这是彩茶姑娘 忙碌的采收茶叶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女工编织大甲茂席 大甲茂席的产业 从清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日制时代更是蓬勃发展 畅销全台 并外销日本东南亚及欧美等地 台湾曾经享有草边王国的美誉 这是台中公园 照片中的胡心亭建于1908年 当时为了提供日本皇室 载人亲王来台中 主持仲冠铁路通车典礼 于是新建胡心亭 作为他的休憩场所 这是八卦山北白川宫御仪基 纪念八卦山战役 日本北白川宫仁久亲王 都军击败台湾民主国的抗日军 纪念碑的园子就是现在的八卦山大佛 阿里山森林铁路 这是登山列车 阿里山森林铁路的本线 全长约71公里 是著名的高山铁路 这是嘉义的胡凤庙 日志时代日本政府因为理番的政治需求 将胡凤的事迹加以美化及神话 也将胡凤的故事编入小学教科书内 这支新高山主峰就是现在的玉山主峰 玉山比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的海拔更高 在日志时代成为日本帝国的第一高峰 因此被命名为新高山 这是冬天的南无大山 台湾的登山活动是从日志时代开始的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登山风景 内文提到 台湾的登山之旅 高山族有强健的身体 作为祥岛 他们有令人惊叹的负重能力 能够征服任何困难的山路 直到今天 台湾的原住民仍然是许多山友 判断高山 不可或缺的祥岛及帮手 这张照片是智塘工厂 台湾有砂糖王国的美誉 秋天到春天时 台湾中南部原野的甘蔗田 农夫忙着工作 工厂昼夜不停地运作 制造出堆积如山的砂糖 这是甘蔗采收的情景 这是台南义 这张照片的名称是台南银座 位于莫广鼎通 是台南市最繁荣的商业街 因此有台南银座的美誉 照片中的建筑是零百货 老台南人称为狗站老阿 是南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 日志时代台南的零百货 与台北的菊原百货 并称是台湾南北两大百货公司 这是台南神社 现在已经消失 原子是在现在的台南市 公十一体车厂 就在台南美术馆二馆旁边 这张照片是安平海边 这是驿载金城 是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的西式炮台 现在是国定古迹 这是四重西温泉 日志时代的四重西温泉 于草山、北投、关子岭 并称是台湾四大温泉 这是南台湾的帆船石 从日志时代就有名到现在 这是位于台湾南端的 《鹅兰比灯塔》 以上你所看到的就是1939年出版的 《风光台湾写真帖》 这本书出版之时 其实时代并不平静 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 已经爆发全面战争了 这本写真帖发行的前一年 1938年的2月23日 其实台北的松山机场 曾经遭受空袭 当时中华民国的空军 从南昌机场起飞 跨海前来偷袭松山机场 这是日本领土第一次 遭受中华民国空军的空袭 而驾驶飞机的 不是来自美国的自援队 而是来自苏联的航空自援队 这是一段较少人质的历史 这场空袭之后 中华民国空军 就再也没有类似的行动了 台湾总督府依然对战局感到乐观 而在1939年5月1日 出版了风光台湾这本写真帖 不过在四个月之后 德国出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两年之后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台湾也因此被卷入了战火 铁道部希望借由风光台湾 来带动台湾的观光 希望也就落空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